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中度台风山陀尔 今天中午开始登陆台湾高雄 导致南部地区出现强风暴雨 台湾气象署也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强风警告 最大阵风可达到14级 受到台风影响 台湾已经连续两天取消所有的境内航班 236趟国际航班也被迫取消 高铁服务也一度暂停 全台停班停客两天 目前台风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超强台风山陀尔 今天中午从台湾高雄登陆 带来狂风暴雨 高雄港更是测到破纪录的17级强风 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疑似是高雄港码头的货柜厂 原本堆叠三到四层的货柜 竟然被强风吹翻吊在一旁 还有摩托骑士更是敌不过强风被吹倒 一些店面的广告牌也被强风吹走 砸到路上的车辆 就连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倒下 整棵路树倒在我镇所航口了 这排路树全要倒了 因为看到了吗 太可怕了 山陀尔台风的登陆已经迫使全台湾停班停客两天 下集的地方 谢谢 Mike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